皮纹检测是近年来比较实心的一门科学 以指纹 掌纹等在遗传上与大脑发展相关联 鉴别个体间的人格特质 精神特质等等 今天我们来到小太阳皮纹检测中心 来看看皮纹检测究竟如何运用 在这地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四种纹型 基本上所有的60亿的人口 没有一个人的纹型是相同的 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介绍这四种纹型 主要的四种纹型 第一种叫做认知型 也就是陡型文有两个三叉焦点 这种的人吃软不吃硬 OK 学习上面来讲一定要以教科术为主 那说话的话凡事要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第二种叫做正极型 也就是它有一个三叉焦点 一个开口 这种人他是可以讲你只要把规定定好的话 他就按照的游戏规则走 是一个非常好带的小朋友 第三种叫做逆思型 这种小孩子基本上面来讲 他是所谓我们今天讲的 他比较不按传统 喜欢挑战传统的 所以这种人要当做拍手大队来教 OK 他做好的马上鼓励 他的学习效果会非常的好 第四种叫做开放型 也就是他没有三叉焦点 这种小朋友六岁之前把他教好 家里面以为会出现天才儿童 OK 你给他什么东西 他学什么东西 OK 但是他的学习方法是必须要有循序渐进 而且父母亲要协助他找资料给他的 这四种形状是我们在看的 所谓的先天的学习风格 对于所有的皮纹检测来讲 皮纹检测他必须要检测除了手指的部分 还要再做所谓的手掌的部分跟脚掌的部分 皮纹检测他可以看出三大的遗传特质 包括生理的遗传特质 行为的遗传特质 跟智能的遗传特质 我们在做这个皮纹检测来讲 当踩完这个手指手掌跟脚掌的纹路之后 必须要经过三个礼拜 进去我们的这个lab里面做量化分析之后 会得出一份结论报告 所以我们的结论报告里面 会涵盖七大项 跟所谓的脑部的遗传的 这一些相关的特质 给予完整的报告 如果各位观众有对皮纹检测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欢迎打电话跟我们咨询 谢谢 小太阳皮纹检测中心 也开办皮纹检测课程 想要了解如何从检测结果 帮助孩子发展与成长 或是想要更深入地学习这门科学的朋友 可与之联系洽询 中央电视采访报道